了解一下大家的那个 第一个看起来好像大家填 十九个 看一下 好像有几个东西还没填 那首先的话 大概了解大家的需求 其实大部分好像都是提高效率 现在以费用的比较多 大家有兴趣 还有很多是跟资讯 金融业好像最近 好像有一波很大的需求 很奇怪 金融业本来没有这种需求 突然间就是需要这个技能 奇怪你就不会就不行 不会你可能就面临到 你会有那个生死穷亡 就是你在公司 是不是会被继续存在 那怎么办 你就变 所以我这样也蛮 压力还蛮大的 突然间就 因为我遇到几个 都是在金融业的 以前上VBA的同学 突然说老师我非常需要 赶快去学会拍的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赶快让我 我赶快报名 所以他就要一报 好像也备取 好像听说这个班也不好报 OK 好 那 再来的话 我们大家了解一下 大家的这个程度部分 第一个 最多同学是进阶 那当然比较好 如果比较集中 大家程度都差不多 会比较好上 不然的话 如果又落差太大 其实不太好教 所以基本上 我们会以那个中间 取一个中间词 程度来教大家 那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 我会认为说 你应该要会的 大概就落在中间程度了 大概了 最好是你要 已经要会VBA了 是最好 如果你还不会VBA 那你可以在study 或者自己在看一些东西 OK 要练心理准备 那 再来 高阶部分有三个 所以如果你是选这个 比较你应该会一点 那是比较好的 那也许呢 你就是如果 有些你做完的 那我还在讲 你可以再去找其他的范例 可以再练习 或者可以再往前推进 那我在云端上 放了还蛮多资源的 你可以先自己看过 OK 那如果你是挑入门的话 那也许你回去呢 就利用我上课录影 你回去 也许现场 没有办法马上听 都完全非常懂 你回去再多花 所以你要比别人 多花时间 是必然的 OK 所以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 再不然 可能就 选择暂时放弃 还是怎么样 不然的话 我不是说 我是站在大家的立场 因为你在听得很痛苦 也不是办法 不然的话 你就要心理准备 我是这样讲 尽量我们就是 取一个中间值 那另外 如果你挑的是进阶 也不要觉得是很轻松的事情 因为这个课程 又会比之前VBA课程 还来得更困难一些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VBA 你没有Excel Excel其实可以拿来当资料库 也可以直接视觉化 马上看到结果 然后开发环境 也不需要做任何设定 而且很多地方都是非常的友善 因为它是商用软件 因为它是商用软体 它已经都帮你想好了 因为你有付钱给它 它帮你service到好好的 对不对 可是自由软体不是 所以你第一个可能面临到问题 就是那个环境 会相较于VBA更加复杂 对不对 要记的东西太多了 OK 第二个的话 它里面的语法 可能又比VBA来更复杂 另外它没有像VBA可以 像Excel可以看到东西 有没有 比如说第一 A栏 B栏 C栏 那你要放哪里 你就要放在串列里面 一个形态 如果你另外起一个SQLite资料 也是都看不到的 所以会相对的比较困难 了解一些些 那大概跟各位 后面我们在安部就班 让各位了解 也没有那么困难 反正你就step by step 慢慢往上 那希望上课以哪个方为主 最多同学是希望了解 那个Python的档案处理 跟那个资料库的处理 这两个 那当然这个也是Python的重点 因为其实 Python在处理档案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语法 它就几行就搞定了 其实跟VBA 我想不相上一下 各有千秋 我会举一些实际的案例 然后比如说 最简单像 你有100个档案 你要瞬间合并成一个档案 拍上就是几行程式就搞定了 真的非常简单 VBA可不可以 也可以 两者各有千秋 我讲过 那实际上就是跑个回圈的事情 那只是要怎么去完成这件 或者是你要把它切割 反正档案的分跟合 都是未来会遇到 还有就是说 你未来会有很多 比如说从外部ERP过来的档案 那你希望把它用Python处理 你又会需要一个资料库存放 那资料库该怎么去建立 然后该怎么去做存取 比如说建立资料库 资料表栏位 然后你再把资料放到适当的栏位里面 那放进去之后怎么再把它抓出来 input output 这个都是我们后面会讲的重点 所以 不过这个可能会是稍微凑滅一点的 前面可能会先讲一些基本的 那再来的话呢 那大家同样比较关心的就跟试算表 网路爬虫 OK 还有就是这个 回圈 这个比较困难 一点点 那基本语法等等的 好 那其他的话 有CC++的经验 OK 其实如果你有CC++经验的话 学Python更简单 因为Python其实非常直觉 当然处理的东西不同 如果你有这个其他的语言基础的话 会更好 那为什么来上这门 多半都是自己想要多学一点 OK 好 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一下大家的程度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OK 我们这门课 我的名字吴清辉 所以如果你要找到我的相关资料 其实还蛮容易 Google 其实网路上就一堆了 或者你Google吴老师 第一个连结 第二个连结 都是我的 OK 第一个就我的 好像我的教学部落格吧 第二个就我的YouTube频道 那我的YouTube频道 订阅人数其实也还蛮多的 虽然没有像网红那么多 不过也大概 两万多也不算少了 好像现在有25K吧 不过我本来就不是走那种路线 OK 不像小玉 小玉大家知道 像我女儿每天在听 我女儿现在只有小学二年级 最近她最喜欢听一首歌 这个歌叫什么 叫渣男 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渣男吗 她每天都在那边唱那个 因为小玉 她的年收入好像破千万 本来多少 她是一个网红 YouTuber 不是重点 重点是 因为其实我觉得未来 而且那个小玉她现在才23岁 她现在的年收入有千万 OK 她其实就是拍一些影片 上传YouTube 然后她的最大的族群就是小学生 她是小学生杀手 OK 不知道 我小朋友吗 我离小学 OK 没关系 你可以Google一下 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是什么秘密 所以这样很多东西不知道没有关系 Google一下都有维基百科 很多不知道我就看一下 维基百科详细的不行 所以有时候根本不用去背它 你干嘛那么死背它 你就是需要的时候去了解一下 那我们这门课的话 大概会拆成两个阶段 一个入门一个进阶 那前面的话就大概会 先讲一下有关那个Python开发环境 就刚刚讲的 那我也弄了懒人包 这个懒人包有两个档案 待会会教各位 怎么样快速的把 这个两个档案解开来 然后马上把那个环境弄起来 那已经是想到最简单的方法 我讲过了 如果你看书里面去设定的话 恐怕设定半天 你还不知道开始要怎么去 写一个Python的程式 那这个环境是 我想到最简单的方法 可以跟书上不一样 你可以参照一下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会开始讲一下基本语法 跟那个结构 基本语法里面最重要就是 那个变数的资料形态 比如说你有些资料 你是文字就放文字的心态 你的是数字 数字还有分成有小数点跟没小数点 OK 然后另外还有分成 如果你有不止一个资料 你有很多资料的话 那你要放在串列里面 串列的话呢 以前可能其他城市叫正列 不过正列跟串列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串列呢 它可以不一定放同一种形态的资料 比如说正列一定是数字就放数字 只能放数字 串列的话你爱放数字 文字 辅典各种资料形 甚至你在串列里面再放串列 也可以哦 所以它的形态又会更加弹性 那你想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其实主要是因应大数据分析 因为大数据分析有个概念 就是它的资料来源有不确定性 也不能说来个资料 我不知道它是文字还是数字 还是有小数点 那我不能说我先定义好 以前写程式要先定义 可是定义 我现在定义成数字 它如果来一个文字怎么办 对不对 那你要再转型 那转型如果说放不下的话 那不是很麻烦 它干脆就给你一个很大的空间 随便你爱怎么放就怎么放 那其实VBA有类似的概念 你看Excel 你随便放什么 你放文字 书生哥里面放 它就放文字了 对不对 你放数字 它就变成放数字了 所以其实VBA跟Python都有跟大数据 比较好衔接的这个点 那再来的话可能就是有关语法 那所谓的结构控制就是逻辑 一幅嘛 OK 那一幅里面的话 最常用的就是一重逻辑 那有第二重逻辑 else一幅 再一else一幅下去 那如果其他的话就else 所以有一重两重多重 那跟VBA是一样的 只是语法稍微有不一样 写来写去两边是相通的 所以以前写过VBA 其实都可以直接转成到Python 没有问题 那Python容易也可以直接转成VBA 其实以前写来写去都是相通的 因为我写过程式语言也太多种了 反正管它哪一种 第一个要先抓到它相同的地方 第二个再去了解它相亦的地方 那就是去记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好了 一样的地方就可以略过了 OK 那其他的话再来回圈 回圈的话呢 当然会有for回圈 有没有 for回圈的话呢 主要就是你有固定范围 要让它重复几次 你跟它for 一个范围给它 它就帮你跑几次 一百次到了它就停了 OK 那如果你没有范围 比如说我不知道说什么时候停 比如说一个资料夹里面 我不知道有几个档案 那我希望它帮我读到没有档案为止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换一种回圈 可能就是用while回圈 OK 那其实这个语法 for跟while好像几乎任何语言都有了 while的话后面就是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逻辑 就是当它为true的时候 逻辑是true的时候 就试的时候 就进入到底下去执行 你要执行的 那while force的跳距就这样而已 就是一个净开关 开关的一个概念 那再来就是档案的读写 OK 读写非常简单 在pathon里面 读档大概就三行程式就搞定 有的时候甚至两行就搞定 那写档也是一样 它非常直觉 你怎么开呢 你跟它讲说 我要open档案 后面加一个r模式就可以 就是读 你又把那个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你要放哪里 后续是要放 放在资料库的话 你就跑个回圈 把资料都丢到资料库了 其实它读档非常的简单 写档也非常简单 后续会跟各位在讲 再来就是seqlite资料库 这个的话 在pathon里面又需要一个资料库 所以我们会后面会跟各位讲 如何建立资料库 再来如何做建立资料表 栏位 然后再把资料放进去 按部就班的讲 如果你本身已经会资料库 那会更好 如果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 反正按部就班 这些上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进阶了 办法是什么 其实是网路爬虫 然后就是seql 然后外部有csv等等相关格式 然后从网路上爬资料 爬资料也许再把它塞到资料库 把前面东西再把它下方是综合练习 大概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 我先介绍 就是我自己介绍 我刚刚有讲过 你如果要找我的话 陈简单 Google 吴老师 前两个就是我的 我的部落格 我的教学 我的YouTube频道 其他我教过非常多的语言类型 所以如果你有对其他东西有兴趣的话 也许就自己再看一下 那那个为什么要学派上 我发现也是一个新的新的机会 因为未来好像像刚刚提过的 像分析师 其实以前好像跟这个不用没有关系 可是你现在不会这些东西 你可能事情永远做不完 不仅消极面是做不完 你积极面你没办法 去把全世界的网路上的资料 你爬下来 如果可以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动你的眼睛 你只要动一些程式 他每天自动帮你爬 那你需要知道的就是什么 就是某一个条件发生之后 告诉你答案就好了 或者是帮你画出报表 报表现在流行视觉化报表 画出图来就好了 给报表就好了 那老板想要知道什么 马上知道 马上可以 而且甚至以后的话 他要什么可以用点点选选 马上结果就显示出来 那不是该很好吗 等于是一个人 可能可以抵了这样几百个 几千个人的能力 所以现在很多那种助理性质工作 都可以借由程式把它完成 OK 所以未来的话 有这ABCDE 大家现在蛮流行讲这东西 大家看一下 大家知道 AI这没有问题 B的话是Big Data 已经红一段时间了 但还能红多久了 其实应该还是会红下去吧 云端也是红很久了 可能感觉好像在大数据的前一个东西 前一个话题 然后人脸辨识 人脸辨识也是 其实讲人脸辨识好像有点 侵犯到隐私比较多 好像车牌辨识比较广泛 因为你们现在开车去停车场 好像几乎都已经是 那个车牌辨识了 那未来的话很多辨识 其实可是可能会有那种隐私的问题 不然的话警察 现在警察不是有一个什么系统 比如说他乱报 那个身份字号已经没有用了 他马上照一下 就知道你是谁了 因为都有建党了 而且现在像你出国 不是那个自动通关吗 有没有 你就是已经 对呀 三秒钟就出关 因为你只要逼一下 然后过去眼镜脱下来 照一下就出关了 你根本不用过海关 以前要排队 现在多方便 而且台湾这一点 真的是比其他地方还厉害 其他地方日本都还没这东西 台湾已经 我都已经用好几次了 而且上礼拜差一点回不来 因为我老婆把那个护照 就跟钱包放一起 然后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未来可能急吧 然后忘了把它放旁边 人就走了 而且走了之后 一个多小时才发现不见 他还跟我讲 他说而且我们飞机 即将在两个小时之后要起飞 哇 一想到我都脑袋里面浮现很多想法 一个想法是算了再住一晚好了 第二个是要不我们努力一下 拼一下好了 赶快冲回去 赶快冲回来 再赶快坐计程车 但是算一算大概挺多 我们只有刚好check in 是50分钟前 这真的很厉害 我们真的就是在最后一刻 50分钟整整到了机场门口 50分钟 他已经close了 所以我们用拼的 用冲的 以前跑三千都没有这么厉害 冲啊 冲到那个柜台 刚好他已经关了 但是他们三个小姐 一直就看着我们的时候 好又打开了 因为想说哇这太辛苦了 不帮你们开一下 好像这样说不过去 又打开了 感觉好像真天使 太好了 不然的话他如果说 sorry すいません 那就 请部长来不见 部长后来又找到了 因为日本我觉得他们做事 真的是很有规则 就是都会帮你说的好好的 然后还用一个袋子 帮你装起来 还帮你建档 然后你去的时候 还要check你的身份 确定还要签名 然后我们为了 他签名已经浪费了三分钟 我们跑到那边之后 车是48分到 我们车是58分 要就是回去的58分 所以跑过去三分钟 跟他check完三分钟 我们还有四分钟 所以用跑的 终于车来了 赶快冲上去 一路上去赶赶赶冲冲冲 这辈子没有这么击击过 不过就是一个信念 我要回家 其实也是一样 不过学习这种东西也是一样 如果你想学会 你就学得会 方法很多 其实我觉得现在资讯都非常开放的 你找一下都有 只是说 有没有比较简便的方法 像去日本玩的是一样 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 像我们都是去学 去找那个简便的方法 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 我们都不是 随波逐流那种人 我们是玩我们想玩的 所以我最不喜欢跟团 超无聊的 OK 所以人脸变是电动车 电动车其实有个概念 其实以后的车子都是可程式化的 不是以后 现在的车都可程式化 也就是说你里面 其实可以加装一个类似 可以可写一些Python的程式 可以做一些控制 自动驾驶应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只是说法规还没通过 OK 所以这比较其实还蛮多 也就是说 其实电动车有点像智慧营手机一样 以后叫智慧汽车 OK 里面 所以你看得到的 只要跟电影有关系的 都是可程式化的 OK 那可以做到什么呢 其实发挥你们想象力了 未来我也不敢去想 反正这一块比实在非常大 所以未来如果说 你想要在职场上继续混下去的话 你就把这了解 我想应该工作机会 就会慢慢就会浮现出来 很多工作本来都不存在的 OK 但是因为有新的科技 就会有新的机会 所以有新的机会 如果你有新 如果你一直 只是会你以前的东西的话 真的你会慢慢发现 你慢慢有那种被淘汰的感觉 OK 好 那我的经历 其实也不是 比较重要就是我在 城市传写这一块 也大概二十几年吧 然后曾经担任过 那个资讯公司的执行长 有创业的经验 然后慢慢的就走向教学 那其实也做一些经验的分享 因为以前的话 要让公司赚钱 就是要竭尽可能性的 把所有的十八万五亿都用上 OK 所以呢 就是要提高效率嘛 就是不花钱就对了 什么要钱不行 自己来好了 所以很多东西的话 像以前的工作流程 想得到的都把它自动化 跟自动化前提 就是要写一点城市 所以自己要很厉害 写城市 对不对 就可以省掉一个人力的开支 OK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也拿到一些奖项 志强就颁一个奖项 叫卓越贡献教师 好像有点过了 OK 反正还有另外的话 文大也颁了一个奖 叫趋势先锋奖 OK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趋势先锋 从来没有想过 其实我冲袭量 我觉得 有一点可能跟 其他老师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我可能会 比较乐于学习 就是我不断在学习 就是即便我的学生比我厉害 我都觉得我可以接受 我就怕我的学生 比我不够厉害 对 其实我会是 比较认真老师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非常乐于分享 我会把我所见所闻 我会尽量的分享出去 但是不是说那种 完全没有条件的 你也不要说 我放在网路上 好像就是 我什么东西都可以 无条件给你 没有这回事 我是有教无类 但前提 至少孔子也要速修吧 对不对 你们至少是有报名 有缴学费的吧 不要说我完全不认识你 批发问我一大堆问题 我好像不认识你 所以我觉得 网路上常遇到这种人 所以怎么办 我就不回应 对啊 因为我实在是 不可能说 兼顾到那么多人 所以我觉得 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奋计 我还是要把持住 另外的话 当然我证照有一堆 值得提的就是 最近考一个拍上证照 所以如果你们对 拍上证照有兴趣的话 云端上面有补充资料 我是建议 如果你有时间去考一下 反正不为什么 就是我有 有就有 就是有了 对不对 不管说未来你要不要转值 或者是你要不要升迁 可能突然你就会需要有个东西 再你也不要想那么现实面 反正你就是 就像爬山一样 我爬上去了 就这样 而且拍上证照 还不值一张 这一张还比较简单 还有下一阶段的就网路爬虫 那我突然想到 那个电脑建基因会 他又办了一张 然后刚好下个月 刚好办了个研习 那我又报名参加了 而我要去考证照 考第二张证照 我真是太累了 想一下 我本来有点想说 要不要拖揽一下 不然放假总是觉得说 可不可以轻松一点 总是没有那么轻松 而且像我连出国我都更忙 我反而出国花的力气 比备客还要多 因为出去玩 就会无时无刻去想说 如何怎么样去做行程规划 所以你们可以看我部落格 最近有分享 那些交通 还有每天在做什么的行程 有兴趣的话 没兴趣可以跳过 没有关系 这是我的证兆 OK就这样 其实只是 我感觉看了自己 蛮OK 愉快的 那里面考什么 就是考我们上课东西 只是说他把它变成题目 那他有分 这个部分有分两张 一张是基础的 就考一到五类 里面的话呢 就是考基本的程式设计 还有选择去做逻辑 然后回圈 跟进阶 还有方选 怎么样制定 这五类就一张证兆 那另外有一张 是再更进阶的 就是在加考6789 6789的话里面 大概最重要的 就是那个档案的部分 第九类 OK 他及格分数70分 如果你们想要 让自己的生活 更多才多之 填满你所有的时间的话 其实这个真的是 可以让你完全填满 晚上还不够用 继续 不过也蛮有趣的 就是说 就是学习 所以你慢慢要习惯 就是你永远会有 无止境的学习 学习是一个必然性 你千万不要想说 你要学完这个之后 就要停止学习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从以前就艰辛这一点 所以我比别人还要更 像那个随时会张开你的触角 然后呢不断去 只要我心思 想哪怕是到任何地方 像去日本也是可以看一下 人家到底有什么进步的地方 然后还看一下我们比他们 更进步的地方 其实我们也有些地方 真的没有不如人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厉害 可以那个最低成本 提高最高服务 最高品质的服务 跟日本不一样 日本是最高的 它也要最高 两个都要最高 OK 那我们是最低的价钱 这个是四亿图 如果你去考试的话 它就是没有open book 就是给你一个题目 然后就是叫你要做什么 你要把它做出来 写完成之后上传档案 如果对的话 就是绿灯绿灯绿灯 然后最后70 这可能你们 大概知道一下 大概是长这样子 如果过的话 其实不用100分 你只要70分就及格了 所以也就是说 你只要答对七题 你大概就可以有证照了 你说那要不要继续回答 那看你 如果你要继续回答 你要100分 也是一张证照 你要70分 也是一张证照 他考试时间是100分钟 所以100分钟 大概我想如果会的人 大概差不多 像我那一天的考试 大概考了多久 好像我大概花10分钟 就考完了 对不对 大家都还 报名费多少 报名费好像1600还是不知道 我忘记了 1600吧 1800忘记了 对 大概10分钟吧 然后我就问 我可不可以交卷 可以 那我就交了 我就出来了 然后就跑去跟 那个外面的 其实有都认识 因为 然后来到天 其实我是觉得 我主要是去体验一下 不然的话 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分享 因为我没有经历过 我怎么叫学生说 你一定要去考 而且考这个对你有帮助 尤其是现在大学生好了 我觉得他们要是 懂得积极一点的话 太多事情可以做了 就不会活得这么的慢活 感觉好像 可是毕了业之后 你会发现 突然间整个人又不一样 OK 就是学校跟职场上 那其他的话 我的部落格观看次数 非常多 刚刚讲过的 那我也曾经参与过 他们的那个 证照考题的设计 他们也参与过 他们的整题 命题 那再来的话 参考用书部分的话 大概就这一本 Python的初学 好像会给你们 这本书的样子 他们未来会有这个 再来就是 Python的设计哲学 其实就优雅 明确 简单 就这样的 而且非常的 很多地方语法 尽量简单 如果你以前有学过Java 或是一家家会更好 很多地方都变得很简单 但是也不是说 简单到完全不用学习 就是你需要学习的地方会变少了 而且 大概就是能够做的事情也相当多了 然后城市的那个排名慢慢一直往上 可能甚至慢慢超过Java 如果在台湾的话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那个 有关 怎么样 把环境先建置起来 所以待会请各位呢 第一个先到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到网方上面 找一下那个 我这台电脑 302T恤 这个公用里面的这个懒人包 把这两个复制一下 放到哪里呢 先帮我放到那个 我们的C叠底下 刚刚已经贴上来了 那贴上来之后的话 请各位贴上这这两个 做什么是按右键 解压说致词就好 所以你要解压说致词两次 解压说致词 OK 他问你是否 是OK 那就让他跑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是Python的环境 按右键 解压说致词 是 好 这样就OK 如果说你网方 像刚刚好像有同学连不到那个网方 这个 user 如果你连不到这里面的话 你再到那个我们云端上面 懒人包里面 然后你把它打开下载 下载一样你把这个下载的档案 放到C叠 一样解压说 OK 那后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们就先 第一个先把那个开发环境先建置 今天的话 第一个任务的话 就是环境要先ready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再来我们叫基本的 语法 了解那个Python的一些重要的变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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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